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8月5日 星期六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各大城中業話 先講講近期 香港的旅遊業非常遭到重挫 越來越少旅客的感覺 旅遊業也叫救命 酒吧業或是說現在生意少過疫情 究竟當中發生了什麼事? 而當中那種叫做內地旅客特種兵式旅遊興起 究竟是怎樣運作的呢?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一邊雙也講講各大有趣的網絡熱話消息 講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機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國內旅遊熱 香港四大原因 魅力不在 Citywalk 興起能否有轉機呢? 報導的內文提到 暑假來臨 全球各地出現報復式旅遊 國內的旅遊熱潮更加火爆 但是與此同時 內地旅客到香港就不似如期這麼多 香港01結合了內地旅客訪談 小紅書網民資訊 整理出他們認為香港魅力喪失的四大關鍵因素 值得關注的是 在開關之初 伴隨著來港低價團的各種亂象 很多人開始倡議 深度遊 以及近期內地興起城市萬遊的熱潮 有獨特的街景 歷史文化的香港能否把握新的商機呢? 首先第一 免稅品的價格優勢不在 人民幣貶值 香港物價高 內文提到 旅法局7月14日公布 6月初 訪港旅客的數字是275萬人次 累計今年頭半年錄得約莫1300萬旅客人次訪港 當中約莫1000萬是內地旅客 顯示內地旅客仍然是香港觀光的主力軍 旅法局當時指出旅遊業下半年會繼續穩定復甦 但是復甦的步伐仍然受到航空運力 環球經濟 外幣匯率等不同挑戰影響 其中提到 匯率就是關鍵因素之一 隨著人民幣貶值 內港消費更顯得不化算 另外 伴隨著內地網購平台發達 日想免稅店 海南免稅店等等的網絡購物平台發達 時常有包遊到街的服務 不少內地客來港買車子品 一查就沒有價錢優惠 所以都會選擇放棄 01的記者在8月3日和深圳的居民訪談 對方回憶疫情之前 經常去香港買電子產品 逛街吃飯 但是疫情過後不敢去香港 他指出疫情三年令到手頭不再寬喻 經濟又尚未完全復甦 雖然很喜歡香港 但現在消費不起 只能夠選擇物價低廉的廣東其他城市 第二就是購物的便利性低 微信支付等等都未普及 到香港的內地女客還有一大煩惱 就是微信和支付寶在香港並非於內地普及 與之相對的就是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內地版近期開放綁定信用卡 港人不想消費更加方便 另外有關服務態度和語言有些障礙 有些隔膜 中港一開關之初不少網紅實測 在香港講普通話遭到歧視 亦都加深了內地女客對香港的負面印象 另外相較於內地的服務業態度 有網友認為香港服務業態度不好 未能夠以客為專 但近日亦都有不少旅客分享在香港遇到的熱心路人 好心的商家等等 這些窩心故事 在中港通關過後 是有效消除不少兩地之間的隔膜的 內文亦都提到 隨著內地與香港的低價旅行團 仍然有很多亂象 另外年輕人有更多選擇的攻略 自己規劃行程 其中特種冰式旅遊亦都引起了外界的關注 所謂特種冰式旅遊的模式主打 在短時間之內 以最少的花費 走最多的景點 玩最多的項目 而且大多數的人會選擇去陌生的城市 之前有分析認為特種冰式旅遊式 是因為內地年輕人的經濟情況並不寬喻 有來到香港體驗特種冰式旅遊的小羊 就表示同齡的朋友都會更加看重活在當下 比起價錢、旅遊的時間想多體驗更為關鍵 他表示特種冰式旅遊即使省到住宿費 不過在食物、景點之上花錢並非特別省 小羊認為年輕人更加重視當下的體驗感受 活在當下不去繁擾未來的感覺 以上折落於HK01的報道 結合了訪問深圳的居民 以及近期大家知道特種冰式旅遊怎麼玩的 來到香港有機會睡麥當勞 有機會睡海底洞 因為這些餐廳是24小時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睡省 省了酒店錢 另變相這種特種冰式旅遊 就說香港的商店很頭痛 不過相關內地的朋友 接受記者訪問就說不是的 省下來的住宿的錢就用在其他景點之上 信不信由你 講這個熱話討論當中 其實近期要從精潔去講講 再講消費已經很受影響 晚上十點半 全街烏登黑火大家看到 若然才爺再不想辦法去推動一些新的政策 搞不定 你任由他自己復甦 真的沒有反應 老實說經濟真的蠻蠻蠻的 那個夜生活 那個酒吧業的控訴 也都不是假的 結合就是內地旅客佔了 那個的來港 1300萬人次裏面的1000萬人 而當中 特種冰式旅遊等等 這種的做法 特別流行的話 很難製造到一個很大 很快的正面的經濟效果 最簡單你一定是用回內稅 做回一個派消費券 昨天明報社評都這樣寫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劉國賢聊聊天 這個都很頭痛的問題 怎樣拯救 近期香港旅遊業的經濟 另外轉看一下網絡熱話 話說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有一張離婚宴會的賽單 激行曝光 網友有感而發大談婚姻 報導的男人提到 離婚宴會不是新鮮事 但始終參加的機會不多 對當中的賽式更加是亡然 網上近日就流傳一份 罕見的離婚宴賽單 七度創意的賽名 越看越深酸 話說網上近日流傳的 離婚宴賽單 其實已經是去年的宴會 設宴地點在馬來西亞的宜保 事隔近一年 事主爾會不會比結婚更高興慶祝為題 報關這份罕見的賽單 網友指出賽名不錯 比結婚的更有創意 話說這張賽單曝光 有甚麼食物 網友都清奇 首先有豬心分離 各山東西 雞飛狗走 豬那托世 蝦不為例 各自各精彩 還有最後一個叫不用再犯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報道的網絡熱話 話說真的有離婚宴 原來離婚宴的菜式名字 都是非常絕核 形容那段關係破裂了 結果成為網上熱話 很多網友加入創意 繼續新增菜式 包括煮蛋湯 分飛宴 好離好散 一拍兩散等等 都是開玩笑 不如說原來是有這樣的宴會 而相關的菜單 是罕見的曝光 另外轉看一下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有關酒樓點心 十大貧林絕種的點心 越來越罕見 包括魚翅餃 紙包骨 水晶包等等 報導的留言 有問題到了 到茶樓品名探查 食點心 世上一中兩件 是不少人 卓有餘下時間的休閒活動 大家有沒有發現 市面上能夠點選的點心 已經越來越少 首先是魚翅餃 話說魚翅餃是一種內含豬肉 蝦肉的餃子 雖然以魚翅為名 但大部分的酒樓因應成本考量 會轉用是仿翅或者粉絲 代替真正的魚翅 魚翅餃因為公序繁複 需要用人手花時間摺很多蟲的咒摺 技藝繁複 供應它的酒樓已經越來越少 另外有鵪鶉蛋燒賣 鵪鶉蛋燒賣就是燒賣的變體 比燒賣 它特別有一隻鵪鶉蛋在燒賣之上 細味鵪鶉蛋會特別入出一股蛋香 另外有紙包骨 顧名思義 紙包骨就是含有紙和骨的點心 雖然紙是它的一部分 但包裹它的紙是牛油紙 並不能吃 另外還有礦仔最愛是西瓜棕 西瓜棕已經是絕跡於極大部分的酒樓多年 記者自己都沒有看過 話說西瓜棕曾經風魔一時 裡面放了各種水果 甚至加上雪糕 不過現在酒樓很難看到 還有就是七彩啫喱 七彩啫喱有把啫喱的酒樓也越來越少見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問問這裡的網友就最清楚了 酒樓有沒有已經絕跡 甚至連礦仔也沒聽過的點心 可能大家知道的 不妨劉國賢說說 這些都很重要的資訊 因為近日有傳媒開始幫忙整理一下 香港的酒樓有沒有點心已經不見了 這個問問大家 大家都是專家 可能大家最清楚了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